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不约位 拖西齐是拖在了最后 非常清楚的一个挑射 在门将出击之前的一个挑射 今天复利派上的门将是替补门将 外援之间 外援之间也是有竞争 这球传下了中午 这球进了 这是一个几乎接近零路角的球门 这个应该是个错进错出 应该是个传中球 传进了球门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回味一下这个球 但是这球应该是想勾回来 对 像回传 但是这球呢 哎呀 是一勾的时候 这一个弧度正好是擦到了 另一侧的门柱上 就是他传中这一下的脚法 其实没吃好部位 对 围上来两个人啊 围强啊 确实你背身啊 对上帕莱塔 确实一点便宜站不上 帕莱塔呢 各边都在 这球 围强 围强 围 围近了 围近了 这下又是防守出现了一个失误 对 这是在 还是一个好机会 张海维发起的进攻 对 传过来 传的倒是挺贼的 这个帕莱塔呢 没能拿准这个球 在拍下 李扬先挡了一下 拿准这个球 对 帕莱塔这下呢 先把球呢 撞出去 但是错进错出 球正好呢 是撞在了扎哈维的脚下 直接远射了 直接远射了 这脚远射是打中了 能够 但确实是太远了 无气 无气很透明 看看转换结构 腿拉起诉了 腿拉带着前面激进 现在是只有一侧 有进攻队员 另外一侧 人在哪里 还没回来 还是慢了 左侧 很长时间才上人 贝拉转身 还是在等边路的接应 周云上来 就传中了 传起来 投球一顶 真抽筋了 刚刚说谢鹏飞 有可能被调整下去 对 但是马上就啪啪打脸 谢鹏飞说 我不想下去 谢鹏飞又自己非常不擅长的投球 对 谢鹏飞的投球 关键是助攻的是周云的左脚 对 这个船中质量也非常的高 这个球 这比赛的确实是玄妙的 而且谢鹏飞几乎是没开门 谢鹏飞是在经顶当中 密压唐了 对 大意 大意了 因为之前的每个进球 两个进球说起来都有点 有机会 对 斜 张公 张公 这个交话没拿捏好 抢断王确实不太善于组织进攻 张公刚上来 这个体力还非常 我们看到 即便是远景都有些模糊 有些模糊 场地呢 这个很可能会迅速的形成积水 对 球路的变化变得更加的不可预知 李吉祥那些之后呢 再次强行的传送到了后门中 哎呦 这个投球解围的这个思路啊 确实有点吓人 对 那就是几个点 肖志拖西齐 包括扎哈维的这种灵动 这球危险 嗯 还是顶到 过了帕莱塔的顶 对 肖志是抢到了点 直接是选择了 大脚 这一球啊 事实上李迪强已经是 哎 看看裁判怎么吹啊 看看裁判这个球是想 怎么去吹吧 双方都是围住了裁判 看这球啊 进来之后 投球下来 场边观看了很长时间的VR的回放 看看怎么判啊 哦 给了点球 这是给了点球啊 做到极致啊 我们来看这个点球 很关键 扎哈维助跑 直接一让射门 这球啊 只能说质量太高了 对 打得球速之快 图超是判断准确 也摸到 好的 主打伴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哨音 最终的这场比赛 广州福利是依靠 捕食阶段的一个点球 那么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设立 所有人的两回合总比分 也是以3比2 淘汰了江苏苏宁一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